来 苏丹 吃香酒 凯特哥 谢谢 谢什么呀 你是因为我小姨 在躺在这儿的 要谢应该是我谢你 多吃点 吃得好 身体才能好得快 我真不吃了 我说吃不下了 你再说 我现在每天吃得挺好的 这自从我住院 你小姨每天都给我包汤 还亲自给我送来 一天换一个样 我现在看见她 我都有点想吐了 我小姨那是心里感激你 你想 你现在可是救我小姨的 大英雄 疼啊 忘了 忘了 我算什么大英雄啊 在当时那种情况 换了谁谁都会这么做的 而且那广玩儿就是个木板 没多重 我这就是点轻伤 不再伤轻伤重 现在我小姨啊 她是感激你感激得不得了 她是感激的不得了 她是感激你感激得不得了 我跟你说啊 这就是缘分 她为什么 又是你救我小姨 她为什么就不是别人呢 这不正说明 你跟我小姨她特有缘分 这是好兆头 将来我跟您姐 她肯定是大有希望的 你怎么 我 我又忘了 我又忘了 你好假的 是 其实你对我姐 真的挺用心挺痴情的 那可就不知道 你们俩怎么就 苏达 要是您姐 向您这么善机的人就好 你也不能这么说 其实有的时候 你也应该理解理解我姐 我就真的挺不容易的 现在又刚到了新公司 工作又那么忙 她可跟你不一样 你是家里什么都给你安排好 我们可什么都得靠我们自己 快别提我们家的安排了 提起来我就 我就头疼 什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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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是说你现在公司的老板的女儿 是黄凯迪的现任女朋友 没错 而且她还是我的顶头上司 你说这事怎么那么巧呢 这也太巧了 这要不是真实发生在你身上的 我绝对以为这是电视剧情节 所以啊 其实啊我在这公司啊 工作真挺开心的 可现在怎么都觉得尴尬 那你看看呗 明年不干了 不干 那可不行 我苏杰可不是个半途而废的人 再说了 我是正大光明以我的实力和能力 得到这份工作的 凭什么因为爱丽跟黄凯迪的关系 我就不干了呀 再说 我要真不干了 这爱丽啊 该觉得我心虚了 有道理 说得对 咱不能向敌人低头躲避 咱得向敌人的炮火勇敢前进 咱就在爱丽他们公司上班 咱吃吃吃饭 赚她的钱 还在她眼前晃悠 还是你好 跟你一聊啊 我心里痛快多了 不像我那个弟弟苏达 就知道在剧组赚钱 根本都不管我这个姐 我看啊 从小到大 我真是白疼她了 行了 你就别冤枉人苏达了 人家医院都惦记着你 你还怎么说 你说什么 苏达她不是在剧组吗 怎么去医院了 我 我什么也没说呀 周太太 老实说 苏达到底怎么了 什么 你怎么把我给出卖了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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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太 你让我说你什么好啊 不是 那你怎么不拦上她点啊 不是 那你怎么不拦上她点啊 那你来不来啊 那你来不来啊 不是 什么叫 什么叫她来找我行事问罪 你最好不在场啊 不是 周太太 你太不仗义了吧 你太不仗义了 你太不仗义了 行行行行 我知道了 怎么了 我姐知道我住院了 非得要来看我 你姐要来看你不挺正常的吗 周太太 哎呦 凯迪哥 你 哦 我明白了 我明白了 你是怕你姐知道我在这儿 她会不高兴是吧 大不了我不在这儿不就行了吗 哎呦 不是你 是你小姨 我小姨 你小姨每天这时候都来给我送汤来 你说她要是跟我姐撞起来 这不在这儿还得掐起来吗 还有你那卧底计划也得泡汤了 对对对对 不能让我小姨跟你姐见面 行吧吧 我姐也就再来的路了 这点 你小姨马也就到了 看来 我们只能手术带土了 手术带土 对啊 谁 这 哎呀 这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苏姐 你怎么在这儿 我在这儿等你啊 有事吗 有几句话想跟你说 说吧 咱们能别站在这儿说吗 嗯 开丽哥 你可一定得把我自己拦住啊 苏姐 我知道 如果我们之间没有我的父母跟我小姨 我们不会走到今天这一步的 艾莉是他们给我介绍的 我根本就没有答应过 凯迪 我们已经分手了 你跟艾莉什么关系 你用不着跟我解释 我不会跟你分手的 我会把我们之间的障碍 一个一个地解除掉 直到你愿意跟我和好 我得说多少遍你才能明白呢 你改变不了你的父母跟你的小姨 即使改变了 我和你之间也是不合适的 我们怎么会不合适呢 我今天就准备给你看 看看我能不能改变他们 没这个比啊 我得去看苏达 好 好 苏达 我还是那句话 你跟我女儿根本就不是一种人 你看看你自己的样子 你自己的生活都不稳定 你有什么资格 跟代代谈恋爱 程总 我跟代代我们 别我们我们的 你跟代代 永远成不了我们 你也不看看你自己 在剧组给人做个发型 说好听了 叫造型师 其实 就是个给人梳头的 这是谁啊 又在这儿没事指责别人 程先生 你怎么那么好脾气啊 就让他这么说你啊 我在跟他说话呢 这儿好像没您什么事 冯小姐 你 真新鲜 萨曼是我的造型师 怎么就没我什么事呢 滕总 您可是留过学 受过高等教育的 您说话怎么那么难听啊 什么叫做梳头的呀 那叫造型 懂吗 造型师是个非常受人尊敬 和高端的职业 你们演艺圈有高端吗 真好笑 是 我们没有高端 你嫁给老外就高端了 就可以在这儿邀我喝溜 随便地指责别人是不是 那怎么了 自我感觉良好的叫海归 我看呀 就是根四六不靠的大香蕉 你 冯小姐 你别管 我真不知道这周东风 到底是怎么了 怎么能跟你这样的女人在一起 连女儿都不管 跟我这样的女人怎么了 我告诉你 周东风就是因为跟了你 才后悔了半辈子 你认识了我 他才知道什么是真正的好女人 你就是好女人啊 对呀 反正是比你好 别自以为 我都自以为 你们两个怎么又吵起来了 这是医院需要安静 你们俩有什么事啊 到外面吵吵去 对不起 这周东风认识的都是什么人啊 没一个省油的灯 你站住 你站住 你说谁呢 就是 你这么说就不对了吧 是 我们在这吵架是我们不对 你凭什么没事说周东风啊 就是 怎么周东风认识的 就都不是省油的灯了 你也是医生 你这么说对吗 我们可是病人 我们在这儿住院 你要好好地照顾我们 你凭什么对我们有意见啊 你对病人态度蛮厚 我们可以投诉你 对 投诉你 对 投诉你 喝汤 我来 我来 我好久不见了 是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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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来来 欢迎欢迎欢迎 伯父 伯母 来来来来 来来来 请坐请坐 好好好 来 来来来 好 来来来来 好 来来来 苏姐 你还记不记得我们是怎么认识的 不好意思啊 我钱包丢了 我能不能借我十块钱 我多收回家 十块钱 十块钱 全给你了 让我扎上翅膀飞向远方 喂 妈 开迪啊 你到哪儿了 我快到了 快点啊 大家都等着你呢 我马上到 快了 快了 你到底要带我去哪儿 停车我要下车 停车 伯母 来 喝杯茶吧 好 小心烫啊 谢谢 伯父 我给您加点吧 不用挡了 不喝了 谢谢 谢谢 你再给凯迪打个电话 好 不着急 不着急 再等会儿 再等会儿 老爱 我这个儿子真是 太多闺女了 是啊 伯父 您别着急 现在正式下班高峰期呢 外面一定堵得不得了 凯迪哥就是想快点赶过来 恐怕也没那么容易啊 对对对 不早了啊 不早了 咱们赶快点菜啊 爸 妈 苏姐 凯迪 这是怎么回事 爸 妈 我要跟你们郑重地宣布 身边这个女孩 她才是我黄凯迪的女朋友 凯迪 我今天来就想告诉你们 不管以前现在还是将来 我心里面只有她一个人 所以请你们不要再干涉我的感情了好吗 也不要再给我做其他的安排了 我不可能也不会跟她分开的 黄凯迪 你是不是想把妈妈气 滚打 妈 滚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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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妈 滚打 妈 滚打 爸 你怎么了 妈 妈 滚打 妈 梁小姐 你这么着急找我 有什么事啊 周医生 我这个人是个直性子 我心里搁不住事 但是我没有恶意啊 所以请你理解我 好 说 什么事 我今天在医院看见你前妻了 对 她是蓝尾手术 是在医院的 怎么了 我和她吵了一架 不是 你没事吧 她跟你一点都没有什么厉害关系 你跟她吵什么架啊 我说句也许你很不爱听的话啊 你前妻 是个非常不招人喜欢的人 温小姐 你要这么说 我还真觉得有点不高兴啊 你们俩一点关系都没有 她怎么就不招你喜欢了 我还真不是说 要在你面前去诋毁她啊 她都跟你离婚这么多年了 她凭什么要插入你的生活呀 她凭什么说我们俩不能在一起 你跟沈耀在一起 还要经过她的同意是不是 我喜欢你 我想追求你 那是我的权利 她凭什么管啊 行 你要这么说 我就明白什么意思了 我前妻这个人呢 说话比较直 但是她对你绝对不会有恶意 她就是担心 我万一找了一个人 然后那个后妈对她女儿不好 好 你明白这意思吧 说到你女儿了 她都跟你说了吧 说 说什么 她让我去你们家打扫卫生 我可干了一天呢 你知道这说明什么吗 这就说明啊 她已经开始接受我这个后妈了 恐怕说明不了这个问题 我女儿我了解 她不是你想象那么好对付的 不好对付也没关系 反正啊 我有的是恒心 有的是信心 你看啊 那渔公 那么大年纪了还宜山 唐僧那十万八千里还去取经 小龙女等了杨过十六年 那白蛇修行够了 那不照样成经吗 我就不信我和你女儿处不好 只要我豁出去了对她好 她早晚呀 都会接受我这个后妈的 那个 我女儿不是发海 你不用想着怎么对付她 修炼你自己 但是有一件事 温小姐 我真是琢磨了很长时间 我不理解 依你这样的条件 什么男朋友找不到 你怎么就都都看上 我这个离异的中年男人 完了还带了个孩子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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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明白你 你为什么就对我 这么司机外列的啊 周医生 跟你说实话啊 我是个演员 在我们那个圈子里 你说我什么样的人没见过 那 那是 我好多姐妹 到了我这个年纪吧 找个差不多的人也就嫁了 我不是没有人追我 是我自己不想凑合 我第一次见到你的时候呢 我就觉得 你就是我要找的那个人 真的 而且跟你接触了一段时间以后吧 我发现你真的就是个好人 你看 你的前妻都从来没有说过你一个不字 你说你这么好的男人 是不是值得我追 值得我等啊 这 都是 您想得太好 不是我想的 是我亲眼所见 对不起 我接个电话 嗯 哎 春红啊 怎么了 周东风 我没事 我实在忍不住给你打这个电话 我希望你 多花一些时间和心思 在咱们女儿身上 别没事竟跟那六线小明星勾三搭四的 就冲她 咱们代代也学不了好 小小年纪谈恋爱 我看都是被那文雅给带坏的 啊 代代交男朋友了 你还不知道吧 你就跟那姓文的在一块儿泡着吧 她早晚把你毁了 不是 春红 春红 你说谁呢 我毁谁了 怎么又是你 你怎么老馋的 周东风 没错 我就是和她在一起 我天天都和她在一起 你管得着吗 凭什么你女儿是跟着我学坏的呀 我告诉你啊 你不能在周医生前这么诋毁我 你有病 你就好好住你的院 你瞎操什么心呢 你才有病 哎 哎 她说我有病 春红 什么事 我饿的 这 怎么又是包子 什么 什么什么 黄凯迪真这么做了 是啊 她当着他们全家人的面说要跟我在一起啊 差点没把她妈给气死过去 那你答应她了吗 老实说 当时心动了一些 不过 当时没有了 这就对了 千万不能被黄凯迪一时冲动给迷惑 虽然我觉得她对我的感情是不假 可今天我看她妈气的那个样子 我更不可能出现在她家里了 她爸妈现在都不接受我 我和她怎么可能会有未来呢 行了 我劝你啊 先别想什么未来了 你现在应该考虑的是明天上班 如何面对艾莉 还有她那个董事长的爹 你说他们总不至于 因为这个明天就把我开除吧 开就开了 就算你从今往后都不上班了 你到我家来我照样认你这个后妈 太太别开玩笑了 今天被黄凯迪这么一闹 我都没去成医院看苏达 都不知道她伤成什么样了 这个你放心 苏达那儿啊我替你跑一趟 明天你就拿出你的全部精力 对付老板和艾莉吧 你今天闯大火了你知道吗你 大姐 法定妮复达家药吃了吧 爸药吃了早点休息啊 去吧 去吧 来 大姐 慢点啊 她没事了 凯迪 你知不知道你今天差点跟你妈气死 姐夫姐夫你别生气 你先坐下先坐下啊 凯迪 凯迪 不是我说你 你怎么回事啊你 你着了魔了是不是 你非要跟那苏简好啊 你为了那女的脸你妈不顾了是不是 你妈有心脏病你不是不知道 你说今天这情况多危险哪 小姨 我快三十了 从小到大在这个家我就没有说话的份 做什么事都是你们说了算 现在就连我跟谁在一块你们都要干预 我不想再这样了好不好 凯迪 姐 爸爸要怎么说你才能明白 你选择的事未必就是对的事 爸妈都是过来着的 很多事比你看得透彻 比你看得明白 那个苏简和那叫周东风的医生 不清不楚 我们家绝不接受这样的女孩 姐夫 咱现在正在说苏简和凯迪的事 你扯什么周东风啊 再说了 周东风和苏简 可没什么不清不楚的事啊 就是 苏简和周东风 根本就不可能在一起 你根本就不了解 对 姐夫 你不了解不能瞎说 修阳 你怎么冲我来了 对 黄凯迪 说你呢 就算是苏简和周东风 没有什么不正当的关系 你也不能跟他好 你们俩根本就不合适 你要真把他带到咱家来 他非把咱家给搅和乱了不行 合不合适我自己知道 用不着你们说 凯迪 我等一下先大的和小李吵了 姐 儿子啊 妈今天真没有想到 会出现这样的事情 你做得太过分了 其他的我就不说了 你在艾叔叔和艾莉面前 太失礼了你知道不知道 你这么做 让爸爸和妈妈太难为情了 不管怎么样 你必须要向艾叔叔和艾莉去道歉 知道吗 去给艾莉道歉 听见了吗 别让你妈着急 让你这么说 苏简和凯迪 在这之前是已经都分手了 是啊 黄伯母本来就不喜欢苏简 凯迪哥的小姨 觉得苏简就是为了他们家的财产 才非要跟凯迪哥在一起的 所以对他们俩一直都很反对 本来我以为 他们俩分手了 就不会再有什么来往 没有想到后来苏简来的咱们公司 今天又闹出这么个事 不管苏简跟凯迪怎么样 爸爸想问问 你究竟是怎么想的 我能怎么想 我父伯母就跟我的亲人一样 还有凯迪哥 他这个人真的特别善良 特别单纯 其实看到他对苏简那么专情 我反而更觉得他人好 看得出来啊 你对凯迪很有好感 爸爸支持你 不过你想过没有 苏简现在在咱们的企业里认知 你不能因为你跟凯迪的关系 让苏简走吗 这个你放心 我不会这么做的 爸爸相信你会处理好的 后妈挺不容易的 一个人打拼 哎 亚历山大呀 现在又是腹背受敌了 我绝不能让她受气 所以一方面对黄凯迪 要继续无情地打压 防止她与我后妈之间的任何可能 最重要的是 尽快促成老爸和后妈的这段感情 一举扭转各种被动局面 好 真香啊 让你吃的吗 干吗呀 大清早做这么多好吃的不就是给我吃的吗 没错 就是给你吃的 但是今天早上你不能随便吃 你得如实回答我的问题 干吗呀 这么严肃 不行 你问吧 我以情况而定 是不是交男朋友了 我交男朋友了 没事吧 老周 你都哪儿听的小道消息啊 你还不了解你闺女我吗 我是那种能沉得住气憋得住事的人吗 我要是真交男朋友了 用得着你这么威逼利友的审问呀 我一大清早早招了这么大喜事 我没跟你开玩笑啊 我也没跟你开玩笑啊 那如实地说到底交没交 没有 真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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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破天也没有 谁告诉你我交男朋友呢 谁在你面前造我谣来着 不是 昨天你妈给我打了个电话 她说呢 行了 我明白了 她就是唯恐天下不乱 生怕咱俩关系太好 你不能这么说她了 她是担心你 是吧 就怕你有点什么事分心 耽误你学习 主要还是关心嘛 关心 她这是诚心 你知道 她说那一次我男朋友那人是谁吗 谁啊 苏达 苏达啊 我那天在苏达店里正好碰上我前妈 看她正欺负苏达呢 我就想气气她说苏达是我男朋友 没想到她真当真了 还跑您这儿说三道四告我状来 那招就好 不是 带带你要知道你现在唯一的任务呢就是复读 要考上一个好的大学 你不能让你爸老操心 爸 你就放心吧 别说我现在没男朋友 推半步讲我都不可能跟苏达好 你想啊 苏简 是我认定的后妈 苏达是苏简的亲弟弟 你要是跟苏简好了 那苏达就是我名上的舅舅了 我跟她好 这不是让您陷入严重而混乱的家庭关系中吗 这到时候是让她管她简 叫岳母啊 还是你管我叫弟妹 这都不合适 是 这听了就是够乱的 反正没教就好 我就放心了 没有 没教没教 那吃吧 能吃了啊 吃吃吃 撒花吃 李总 我建议把场地移到金融街 这样效果一定会比原来的更好 而且我跟那儿的负责人也挺熟的 价格方面会比原来的高一些 好 那我们调整一下方案很快给您 好的 拜拜 来 苏简 你来一下 蔡主任 您找我 坐 苏简 你做的这个策划案 有点问题啊 您说 我已经和酒厂的人到酒吧街实地调查过了 他们现在觉得那条街规模太小 客流量很难达到预期 所以觉得在那儿举办这个促销活动并不合适 怎么会这样 可是这块场地是客户自己选定的呀 的确是客户选的呀 但是客户的想法也是会有变化的嘛 咱们总得顺着客户的意思才行啊 那他们的意思是要换一块场地 他们现在准备把场地换到金融街 金融街 你留意最近的消息没有 很快在金融街会召开一个金融年会 到时候各地的企业代表都会涌进金融街 这个才是酒厂宣传的最好时机 如果咱们能让客户的产品 成为这一次金融界人士聚会的指定商品 客户一定会很满意 可是这么一来 就等于把之前的方案全盘否定 时间那么短 我怕做不出一个新的方案 必须得做 而且很关键的一点是 报价还是原来的报价 一分都没涨 什么 全是给你买的 都是我爱吃的 不是 你还真来了 不上课呀你 擦擦手 跟咱们两个人伟大而坚实的友谊相比 上课算什么 我在这儿替你担心 怕你耽误上课 你还蛮不在乎的 行了 行了 结果用不着你操心 就我这昌壶肠的智商 加上出类拔萃的自学能力 就学校教那点东西 根本难不住我 再说了 现在回学校 无非就是天天复习 我少去一天耽误不了什么 说不定 在这儿陪你聊会儿天 玩会儿 换换脑子 我回去学校里更高 没听说我到医院来换脑子 我告诉你 我就派你今年 赶快给我考上大学 行了 我考 别说考大学 一说我脑袋疼 说说你吧 你那 跟在那儿是什么破剧组啊 广告牌子都能倒了 不是 再说你一发型 是你离广告牌子那么近干吗呀 我这不是没事的吗 胳膊受点伤 你看这不都快好了 其实那个剧组 我根本就不想去 要不是凯迪哥 谁 不是 你刚才说谁 你刚才说谁 黄凯迪 不是这里面 怎么有他的事 你跟我说个说快说 是这样的 我这不从发行室出来了吗 然后一时半会儿找不到工作 凯迪哥呢就介绍我 到他一个朋友的剧组里去 不过谁能想到出这事呢 黄凯迪 都是他干的是吧 不是 他什么意思啊 他想干吗呀 他是不是想给你借着工作 顺便急急拉拢贿赂 好让你这个立场不坚定 态度不端正的人 跟他同流合乎沆瀣一气 一块儿算计 让你姐回应转意呢是吗 你别这么说啊 凯迪哥跟我姐本来就是一对 得了吧你 还一对呢 凯迪哥凯迪哥你还交挺亲 我跟你说 那个姓黄的 昨天已经把你姐 带着他爸妈那去了 带着你姐她没答应我 什么情况啊 甭管什么情况 苏达 我就跟你明白说 你姐呢 是不可能跟黄凯迪附和 你就死了这条心吧 不是 为什么呀 你姐 是给我周带着当后妈预备的 你听明白了吗 出院以后啊 要注意饮食 注意休息 工作不要太累了 工作啊有没有做过 是吧 行了 你都逃了半天的课了 赶紧回学校你啊 结位就要可以 但你必须给我记住了 不许再跟黄凯迪穿一条裤 听见没有 你听见没有 你怎么说我后妈呀 带带 怎么又是你 丑总 真人不想见什么来什么 是你让带带逃课 跑到医院来看你的吧 不是 我不是跟你说过 不许你跟带带来往吗 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 嚷嚷什么 我跟谁来往是我的权利 是我的自由 不要跟我说自由 你现在最重要的 是要考大学 不是谈恋爱 我考大学你管着吗 我跟您过着了吗 我当然要管了 我是你的妈妈 不是 程总 你搞错了吧 其实我没妈 喂 您现在正好久不见 是啊 太太 那你 这是我男朋友 他不是生病了吗 然后我来医院看看他 这是你的男朋友 挺好的 那 我们俩都好了好几年了 正好那你 你 够了 还先不够丢人吧 丢人 这倒奇怪了 我没妈都不丢人 我有男朋友丢什么人啊 队队 你怎么说话呢 那我应该怎么说话呀 威尼先生 我强烈建议您呢 应该带您太太 到心理真实的检查一下 看她是不是蓝尾炎 守着座的时候得了抑郁症 看别人高兴自己都不顺眼 你属于过分 我怎么过分了 谁过分啊 队队 你怎么可以这样说妈妈 你这孩子真是太不懂事 太无可救药了 真不知道周东方 是怎么教育的你 简直要把你教育成一个 问题少年了 你少说我爸 你说我爸 我不爱听 你 你 俊宏 怎么了 你平时在家 不是总想队队呢 怎么已经孩子 你倒发脾气了 你没听见他说我什么吗 我能不生气吗 他才多大 十八 大学考不上 到学会谈恋爱了 还跑到这儿来看什么 所谓的男朋友 这样下去怎么得了 我看他到不了二十岁 就得流露到社会上 成一个有手好闲的人 对 再找这么一个 给人梳头的小子 你放尊重点行吗 说谁给人梳头的呢 我们苏达那是发型师 干的是正经工作 不偷不想不犯法 你应该尊重他 我觉得大家说得对 那也太大惊小怪了吧 十八岁谈恋爱 在美国是很正常的 再说发型师不是很好啊 你给我住口 这是在中国不是在美国 代代是我的女儿 代代 妈妈告诉你 只要我再一天 越不过越去你家下去 好啊 那就试试看 甭管您使出什么前方百计 姐我都跟您奉陪到底 代代 主任 这个方案我有主意了 这一次的金融集会 就是为我们的品牌酒 特意预备的 什么 我已经跟金融界联系过了 这一次的金融年会 所有的来宾必须入住京都酒店 而所有的餐饮也是由这一家酒店 来统一提供的 那如果京都酒店 能够从我们的酒厂直接进酒的话 那这些酒就理所当然成为 金融年会的指定用酒了 可是你怎么能保证酒店会从咱们的厂家进货呢 就那么巧了 我之前在杂志社工作的时候 跟京都酒店有长期的合作关系 我刚才给酒店打过电话了 他们表示愿意跟酒厂进酒 苏剑 你做得不错 好吧 去安排一下吧 对了 一会儿通知大家 今天晚上都会取笑的 今晚我要和凯迪哥一家人吃饭 他还为了昨天的事跟我道歉 其实我觉得真的没那个必要 你说是吧 爱主任 如果这个方案没问题我去准备了 客户那边等我答复 去吧 喂 你好 你是赵老师吗 我是周代代的妈妈 我不姓苏 我是周代代的妈妈 我姓程 哪个妈 一个孩子不是就一个妈妈 我是她的亲妈 我姓程 不是 我就是想问你 周代代平时在学校表现得怎么样啊 她今天上午没去上学 您知道不知道啊 还有 您平时有没有严格地管理您的学生 您有没有及时地把她在学校的表现 和她的分数 跟我们做家长的沟通啊 您沟通了 我怎么不知道呢 后妈 她哪儿来的后妈啊 她就我这么一个亲吗 苏姐 好 好好 好吧 谢谢 谢谢 再见 给您添麻烦了 avoided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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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谢谢大家